字幕提供 我看見耶 大家好 我是潛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PRB GTS耐久積分賽的第三站 GR3在領入賽道 總格比賽的時間長達9-1分鐘 這是比賽的第二部分 翔哥再次從內心進攻我 果然還是外側有力啊 上一次最後得到的結論 終於是第幾次在這個彎上面 外側獲得勝利了 比賽快慢了0.18 重播 阿凱一個打滑 讓小屎跟在後面 受到一點點影響自己滑出去 小屎越落越後面 已經應該是沒有什麼機會跟上來了 除非我們這一團有大大的失誤 從小地圖上面可以看到 現在才準備要到這個很極端髮夾彎而已 還有 還有 小潘潘好像不見了 誰進站 杜邊 杜邊進站 還有一個小時9分 大概過去20分左右而已 還真快 這個進站 進得真早 這樣兩停可能沒有辦法喔 差一點點就壓線了 我記得這場小潘潘是 起跑一段時間之後就斷線離開 喔 這一次貼得非常非常的近 再大直線 我走了內線防守 這下完蛋了 又被超過去了 唉呀 在比賽的時候 怎麼沒有注意到外側是比較優勢這件事情呢 沒有機會反擊才剛被超 我覺得 機會應該不大 不要被後面的超 比較有希望 黃旗 出現黃旗 暫時靜止超車 持續還蠻久的耶 前面那個彎發生什麼事嗎 哇我們兩個一起出賽道 一起吃殺 結果我頂到翔哥的屁股 只有我一個人落後 把翔哥頂出去 算是救了他 我也就這樣詳心的 離開了這個 纏鬥集團 剩下翔哥跟我們冰決鬥 前面可以稍微看到熊雞的身影 剛剛黃旗應該是熊雞在 那個彎失控吧 橋下那邊 現在距離不算太遠 熊雞要是再一次失控 可能就會落到第七名了 我們冰大直線再次反擊嗎 唉唷 唉唷 要有人進站 再一次是威斯里 威斯里進站 大概比杜邊賣一圈 你還是很早啊 山亭的策略嗎 熊雞也進來了 意外耶 好 像我的話 再次是用硬胎 所以 我跑到 40幾還是50分才進吧 就停一次而已 還有人進 還有人進 真多人這時候就進 連30分都不到 這次是 Alex 第四 阿蹦也進來了 第十一的阿蹦 現在可以看到 第十現在是渡邊 不對啊 這個壓白線扣分 渡邊怎麼會是第十 顯示錯誤吧 渡邊應該是 會在比較前面一點才對 雖然他剛進過站 不過也不少人進過站 他不至於會到這麼後面 熊雞都還在第六 我覺得應該是 應該是Bug 不管他 繼續看下去 我跟上來了耶 我跟上來了耶 熊雞進過一次站 還在我們看得到的範圍 那進站速度很快耶 才損失一點點的時間而已 熊雞進過一次站 還在我們看得到的範圍 那進站速度很快耶 才損失一點點的時間而已 不會吧 翔哥快消失了 不會吧 又出現黃旗 誰在這裡出事 是熊本熊 熊本熊在這裡出事 現在落到了第四名 看看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彎的話 八成是自己打滑 果然是這樣 回來的時候還差一點 又擺了一下 你看 熊本熊現在落到第四 剛剛在右邊閃了一下 看第一是Rocky 第二是翔哥 第三是文斌 第四是熊本熊 Weasley 第五是 我 我剛剛拿來看 我自己開出去了 我開去哪了 我意思是跟我開同一台車 我意思是跟我開同一台車 笑出來的熊本熊真的是可愛 我不太會弄塗裝 這個山肖的塗裝也是 路邊幫我做的 每次看熊本熊跑都會覺得 為什麼開同一台車 速度差這麼多呢 技術不夠好 熊本熊比較厲害 現在這裡的舞台車從 從香歌到熊吉 算是還蠻接近的 我被熊吉咬住了 熊吉在這個大甲灣的一個內線超車 結果自己開出塞道 好可惜啊 才剛說有五台馬上變四台了 看一下重破 太慢 減速了 池下過頭 我應該想要的對決 還算持續著 都不是很遠 又不是很近 前面遇到阿凱 前面遇到阿凱 不知道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因為GTS耐久賽 它不會顯示籃棋 就是雖然我們比賽規定裡面有一個被套圈的話 就要讓讓車給前面的過 不要影響到比賽 可是GTS裡面這時候並不會出現籃棋 一般賽車的話會有個籃棋在旁邊回 那沒有這個籃棋顯示 就其實很難知道後面的車到底是誰 除非剛好有在派對裡面 快會講 所以有時候不太好讓 下一季應該就取消這個規則吧 既然系統裡面沒有 那就 套圈的時候還是 就是 要憑實力超車吧 反正大樓一樣 應該還是公平的 Rocky進站了 剛剛好的30分鐘 過30分馬上進來 這次的比賽設定很剛好 M胎大概就是跑30分鐘 雖然說顯示有bug都顯示硬胎 但是 Rocky應該是用M胎吧 我猜 怎麼回事呢這個 喔! 杜鞭重重的撞上旁邊 車應該壞了吧 損傷是用輕度所以 一段時間就會修復 不過 有損傷的時候速度會變慢 還是會損失不少時間的 不過我還是認為它不可能掉到第10米 這太沒道理 剛剛那個 遇到阿凱先生的事件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啊 就這樣過去了 順利超車就好 好 喔! 威斯利很快了已經追上來囉 剛剛還有一段距離 現在已經咬到文兵了 阿凡在旁邊失控 阿凡在旁邊失控 經過了湯池彎 來到後面的直線 剛剛阿凡的失誤 這裡真的很容易這樣 尤其是現在已經大概 30分過去了 非常優秀的示範 停在那邊等後面的車都過 好多喔 用量駕駛 現在過了30分 很沒有近戰的人 如果不是用硬胎 可能已經輪胎有點不行了 就算是硬胎 也沒有像剛開始這麼好跑 一盒個彎 威斯利打滑了一下 慢慢咬著的放開了 文兵跟翔哥跟得更緊了 剛剛幾圈還在拉遠的 一樣都是 0302 0202 看起來可能是翔哥的步調放慢喔 因為文兵的步調差不多 想要節省輪胎嗎 好 除完 過了嗎 過了嗎 好像還沒有 還沒並行 長一點點 我們冰淇淑從內線 但是失敗了 三台連著來到後方直線 我們冰上一次是在這裡超車成功的 是不是答案重現呢 好 看起來 一樣是03 很穩耶 這樣纏鬥 速度都差不多 欸 威斯利怎麼突然 突然慢了點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了 沒有明顯的 事by 那麼 沒有明顯的事故啊 我滑出去 把這個 把夾彎滑出去 哎呀 可惜啦 熊雞不知道有沒有機會追上來 雙雞不知道有沒有機會追上來 這兩個情況都沒有什麼變的 一圈肉結束了 誰進戰 阿凱爾先生進戰 又是一個蠻神奇的進戰時間點 阿凱爾先生又踩線啦 踩線啦 你怎麼跟前面的人一樣踩線啦 來吧 文兵好像 反意找到下手的机会 实力太接近了 从小地图上看起来 前面好像有一台车刚刚打横了 可是没有辆黄旗 是谁呢 章鱼 是章鱼 全场唯一一台的满萨 重播 雄鸡 在左侧轮压 刹上的时候 刹车一整个大花 还好有半透明 不然他就跟阿凯先生对撞了 变大车祸了 恐怖啊 现在SUPER GT呢 看不到马自达的身影了 以前曾经有参加过 R1羽工的RX7 车祸 哇 翔哥遭到 章鱼挡了一下 文兵立刻从另外一边插入 成功超车 把翔哥挡在章鱼的后面 让他无处可去 这招高招 翔哥馬上擠了幾下文兵 企圖要去躲位前面的位置 成功奪回了 文兵只有超車過兩個彎 就短幹兩個彎 成為第二名的夢破碎 我後面還有很久 現在才經過了 40分鐘 機會還很多 像這個就是很明顯的章魚完全沒有注意到後面有車 又回到原本的焦灼狀態 渡邊再一次進站 渡邊再一次進站 真的是20分鐘進一次站 又回到前輪怎麼了 渡邊進站的時候 這一次壓寫了 這一次忘記了 進站完就回到第二名 所以他應該是第二名 好像現在正常了 熊粉熊有再次進站 20分鐘進站的策略 這樣不是會剩10分鐘嗎 我們繼續看下去 這一次大家進站的時機點 不太一樣 有20分有30分 有20分有30分 翔哥跟文兵都還沒有進 應該是 45分吧 打算一停的 好 文兵來個內線 沒成功 在這裡出彎跟到翔哥的屁股 有機會重現上一次超車 吸著尾流前進 沒有並行 沒有成功並行 還是想要跑在前面 這裡也是一個機會 內線 並排了 超得過去嗎 果然還是不行啊 真的很奇怪啊 在這邊 超史進站 45分進站 熊錦也進站 他大多數的情況下 如果並排從內線的 會比較有力一點 為什麼就這一個彎 永遠都是外線的贏呢 重播 真的在早一點的時候 我又在這個彎打滑 熊姬也在這個彎打滑 不過他比我還要慘 他落到第八 已經經過半場了 翔哥跟文明還是沒有分出勝負 這太強了吧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鬥這麼久 到一定的時間 注意力就會沒有了 好 ALEX 進站 這是第二次了吧 我記得我看他進站過了 想說在最後這邊直線 超過了 一次超過了 成功 剛剛那樣有碰到嗎 沒有 好沒有 剛剛那樣沒有碰到 經過多個視角的確認 好 文兵漂亮的一個超車 躲到前面的位置 不過這兩台準備要進站了啊 進站的PK啊 不過加油的時間沒有 所以應該都一模一樣吧 這樣我們這集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 別忘了幫忙按個喜歡 分享出去 訂閱 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 新的影片跟直播唷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掰掰